我果于去年宣布和男友范姜艳峰结婚的喜讯 童年产下女儿小果酱 不料随后发现女儿是听损宝宝 而发生的距离只有千分之三 日前两人登上杂志封面 透露了这段时间的心情 谷果坦言一开始 宝宝一切的检查结果都没问题 医生只提醒要追踪宝宝的听力 等待结果期间心情很忐忑 也不断为自己做心理建设 最终确定是听损宝宝 女儿虽然听得到声音 但听得不清楚 因此需要一直带着助听器 她笑称唯一的苦恼就是 助听器是QQ的矽胶材质 很常被女儿拿来啃 不过不忘提醒父母们 在怀孕期间做基因检测 因为有九成听力受损的宝宝 都不是从家族中已成而来的 因此很容易被忽略 此外发生引起的中而言 也可能会影响听力 但宝宝还笑不会表达 经常等到听力受损了 家长才会发现 因此照顾小孩时 要特别留意